設置大樓門口停了滿滿的警車 見識人員進進出出財政 就在母親節的前夕 新北市三重這一棟大樓 發生滅門慘案 祖孫三代共三人 城市屋內 一想到媽媽忍不住流下眼淚 聯繫不上對方 長達超過一週的時間 大女兒心力交瘁 趕緊報警處理 而警方跟所將進到屋內 發現三人已經死亡多日 不排除全都遭到殺害 而死者年紀最小只有三歲 家屬悲痛難以接受 死者被發現的臥室 布置相當溫馨 主要是粉色調 而當時69歲的媽媽 躺在床的左側 30歲的二女兒躺在中間 最右邊的是二女兒 年僅三歲的兒子 三人都被用棉被蓋住 但三歲男童被發現時 嘴裡還有著一條毛巾 深夜時段 殯葬夜者把遺體在離社區 家屬也忍著悲傷 在現場招魂 希望能讓祖孫三人 找到回家的路 跟我媽媽最後一次 同電話是4月23 那可是在4月23以前 一直到5月5號 5月5號我媽媽都還有 在跟我回來 但是我們都沒有 聽到她的聲音 怎麼也沒有想到 4月裡通電話 也是最後一次聽見媽媽的聲音 在母親節前夕 發生三口滅門慘案 這地方原先是一家四口同住 還包含了死者二女兒的 張姓丈夫 也是這間命案 重要的關係人 警方也已經找到人 要釐清關鍵證據 TW新聞綜合報導 醫生黑衣頭戴棒球帽走路還需要旁人搀扶 她就是三重祖孫命案 流姓阿嬤的大女兒 情緒相當悲痛 上午來到殯儀館跟檢察官進行相驗 檢警惠同法醫帶著工具陸續抵達 針對三具遺體來相驗 大女兒表示因為沒有跟媽媽同住 但上個月有見面一起出去玩 發現媚婿有跟母親借錢 為了這件事跟家人起爭執 4月23號是最後一次跟母親通話 5月4號有再次打去 結果竟然是媚婿接的電話 告知說媽媽的手機壞了 但隔天還是可以繼續回訊息 卻沒有辦法講電話 5月6號再打給妹妹 後續都聯繫不上兩人 大女兒覺得很奇怪 11號下午在警方破門 才發現三人已經明顯死亡 從4月23到5月5號 母親和妹妹都有用LINE回覆訊息 但社區保全卻說 已經一兩週沒有看到她們 三名死者一人蓋一條棉被 都沉屍在臥房 研判死亡已經超過一週 房門被反鎖 現場也沒有打鬥跡象 警方不排除是熟人所為 到底死因為何還要等遺體解剖 警方還要釐清 天日新聞綜合報導 大批原警維在社區管理室內 調監視器 仔細一看 畫面中出現一名黃衣男子 他一出門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這名黃衣男現在被列為重要關係人 是二女兒的丈夫 同時也是炸起通啟犯 警方調監視器 發現二女兒的丈夫 在案發前一個禮拜 有離開過家裡 直到隔天早上10點才回來 但是到了中午12點多 他又再度搭計程車離開 一輛深色轎車從街口右轉 車上載的人 就是24歲的張姓二女婿 他在6號中午12點 就搭白牌車離開 手上似乎還帶著隨身行李 從三重的住家坐到板橋換高鐵 一路搭往台中 在西屯區被員警找到 不過在調監視器時 又發現他離開的前一天中午 還帶了別人進家門 灰色上一男子戴著口罩 離開社區大門 他也是關係人之一 但已經被排除涉案 這名婚姻男是水族館的員工 5號中午12點 被張姓二女婿 交到案發地點清洗魚缸 警方通知他到案 水族館員工說 當時有聞到臭味 但魚缸裡面太多死魚 以為是魚缸的味道 也強調當時房門全部緊閉 發生三死密門命案 警方全部繃緊神經 包含新北市警察局長廖迅成 還有刑事警察大隊長蕭瑞豪 都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要釐清這場重大刑案 TVBS熊黃中的燃熱山 蘇太宇 SN小組新北市採訪報導 救護車十萬火急趕到現場 因為有人倒臥路邊 原以為是一起單純墜樓 一進到社區意外揭開 凶殺命案 這是發生在去年十月桃園揚妹區 四十二歲越南籍黃姓女子 跟前夫離婚後 跟嫌犯短暫交往 但因為債務問題分手 她又選擇跟前夫再婚 只是嫌犯不斷借錢還債 黃姓女子還因此申請保護令 疑似這舉動埋下殺雞 嫌犯行用刀殺害這對夫妻 再畏罪而且刀刀致命 在這之前去年四月二十一號 甲乙水上香也發生三死一傷的命案 只因為丈夫當時經濟狀況不穩定 又懷疑妻子外遇一時無法接受 就持刀追砍 大兒子遭一刀奪命 妻子身上有十四觸刀傷 三十八歲無性嫌犯 則是倒在一樓庭院 一家四口唯一獲救的是 國小二年級的小兒子當時重傷送醫 救回一命 回顧過去三死命案 似乎都跟家庭因素有關聯 脫離不了感情與金錢糾紛 這回三重滅門血案 二女婿跟死者也都有發生過爭執 是不是跟以往一樣 仲下殺雞而動手還要釐清 而警方不到一天的時間 就在台中找到人 TVN新聞綜合報導 TVN新聞網APP